一段十多年前的往事 却引发了残忍的血案 一个隐藏在心底的屈辱 竟导致了家庭的悲剧 他选择了 忍让 但他这个忍让 他内心应该是还是感到很屈辱 他一直在心里记着 在憋着 屈辱的忍耐 战鬼路 正在播出 这名复兴人员名叫程琪 1967年出生 山西省林一县人 因犯故意杀人罪 正在山西省林坟监狱服刑 妈 姐 妈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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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妈 可以 还没有可以 你啥都可以 可以 妈 你快去 妈 你快去 妈 你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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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你快去 你快去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她怎么回事 她怎么回事 你快去 你快去 快去 你快去 快去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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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已经做好了 一晚就不回来了 是不是 你看着爹的个人都很好的 我的时候都表你长心 你的妈妈叫我 看着眼前年迈的父母 承其不禁问自己 到底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 哥哥就没有想过 我会自己解释 应该去的大队 某一个老师爬起来闹你 从来有没有跟人搞事 有不跟人哄过脸 哥哥就不可能想到 自己解释 我也拍不错 都没经过 解鱼对我的感应太遥远了 不想不到我解鱼 谁都没有毛对 我希望 谁都没有毛对 我这孩子都可活去 谁这都是不爱是话 有些去了 有时候别了心里 事情的发生还要回到2015年1月10日 这天早上山西省林一县 临近镇张柳村的质保主任接到一个电话 没过多久 山西省林一县公安局的民警赶到案发现场 经过调查认定这是一起恶性刑事案件 死者名叫黄建克是当地的村民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发现 很多村民都把作案的嫌疑指向一个叫成奇的人 事情发生了 在吉林万一轮 就发生这时的一道亏 他就经历了 我说他不确定是这个 所以说这是肯定是企划 我说他的独自的以后端定 这肯定是企划该的 你说那个呢 你这不知道事了 他俩那钱多的事情做 他就说是你这事情造了 他俩造了 他在十名年前 就发生了 给家庭的一个关系 很快 成奇在案发地点的附近被警方抓获 成奇也当即承认 他用斧头将被害人黄建克杀害的事实 同时他也极力为自己编辑 给被警方帮我打二人 你这是名目常态欺负人 对方人搞得他 起码早就觉得不行 他就命令地欺负他 用你警告我 你机会那么多 他就会去 找我呀 作为一个男人 谁能守得了 也许也是什么 他爱了 所以才欺负我 他知道了 如果给你每一个男人 行事也绝对都不会 不能到现在的 但是说你守不了 又过去了法律了吗 你可以就找法律吗 你为啥做这极端的事情 成奇这个用残忍的手段 剥夺了别人生命的人 竟然还自称是一个软弱的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15年1月的那个夜晚 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5年1月9日晚上9点多 他从大家出门到炉灰 我发现一会儿从我面前 转移了 结果出来了 他从日子走了 他没有理会 就回去了 过了十来分钟 他出门买烟 开始有人在我家 我前到我了 我那时候电厂 什么 当时很奇怪 我说谁 然后我跟着 他到够见证 他竟然有人来了 他还都往前证 我也后都跟着 开始忘记过 当时我还想起 过的女儿就又回去 回去没有闻起不久 问你几个说什么 我说不个别不久 没有从来 是他所说 虽然妻子矢口否认 家门口转悠的黄剑克 跟他有关系 但是成奇却无论如何 也不相信 妻子说的话 毕竟十多年前的 那件伤心往事 是他这辈子 都不能够忘记的 那时候 成奇经常外出打工 妻子一个人 在家里照顾孩子 一次成奇提前回家 心里满怀着 即将与家人团圆的喜悦 可是他并不知道 一幅龌龊的画面 将出现在他的面前 就当他快要回到家门口的时候 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明显听到我来 学了 他看没笔没 我让他没 是梦没 那一开始隔牛 隔 这会像 经过回来 他从陪众哈利 都跑了 发门口 我感觉他不对 我被随着 随着我来 他都没了 我做他 给他怀疑了 因为明明有人曾 嫌我前一 叫他接我了 他跟说没了 这时妻子 却借故走出了自家的大门 妻子这个反常的举动 更是引起了成奇的怀疑 他并没有跟着妻子出去 他全部无力 就跑到屋外 出去 莫子在放 莫子在放 莫子在放过 撞 给他从床下掉 被承起发现的人是本村的村民 名叫黄建克 第一感觉是不正常 肯定有不正常的关系 如果说是关系正当 他第一不会躲 第二躲他也不会躲到床底下 如果是窗门 他给我不可能是 他床底下 这个一个 我什么也不用学到 这儿都清楚 都知道 任何一个 有正常示意的男人 当你走进自己的家门 发现一个陌生的男人在宽 在你家的床底下的时候 你第一个感觉 这个人和你自己的癌症 发生了 有了问题 第二个 正常人的话 在当场就可能会 包打一下 但是他 没有 因为这就是他 长期以来 多少年在这个村里 他手起步 他也发现了这样的 这么严重的问题 他都没有干 怎么样去处理 当时他 他跟村里 他那错误 亏了他 说他错 错了他不 再不来 就不来了 这当时承认了 是 当时我媳妇跑步进 就把隔壁 隔壁的 隔壁的 我隔壁的 女儿在美国试华 也是怕那个 也不想打上说话 就把 怕人知道 就把他放走了 和绝大多数的男人相比 承启当时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还是冷静的 这也和他软弱的性格 有很大的关系 承启压着心里的怒火 耐心地等妻子回家后 这才向他了解 真实的情况 承认 承认他俩发 怎么回事 虽然之前 承启已经想到了是怎么回事 但是在妻子亲口承认之后 他还是无法接受 这样残忍的现实 我去前一次 我去老都为别家 想不到你 经常给别人 当时我又非常狠 一怒之下 承启拿着菜刀 去找对方理论 去他家 没有找到王杰鸥 过了几天 对方的妻子带着丈夫 来到承启家里道歉 并希望解决这件事情 就这样 各坏心事的四个人 做到了一起 他说我对不起你 再不可能再又来完了 当时我觉得他很生气 对一个要是一个血性的男人的话 那肯定很生气 是不是 那肯定要揍台顿了 最起码揍台顿了 当时其实应该 一个是 孩子小 一个是在催的 发生这段事也是丢了也是 这也他 因为我起自的暴震和他那暴震 我就想起了 没有惊动 任何来 无论牺牲 因为 就是说 恰恰的娘 自己 自己一样地把他 受 能够受 这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他总是以自己的这个善行 来去衡量别人 他可能认为 我和你谈牌了 这个事情我们都说清了 挑灭了 我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这么做了 我也不拘求你什么责任 一向与人为善的成奇选择了原谅 可是这个表面上的谅解 是他用内心深处 忍受极大的屈辱换来的 他选择了 忍让 但他这个忍让 他内心应该是还是感到很屈辱的 他一直在心里记住 在憋着 可这事在你心里面能压得下去吗 如果他俩没有后来 我可能就别的也不会有什么想法 对这事 我已经开的 男人是开的客台了 特别不 不上心 所以在当时 他就 自己就咽下这口气 可谓出生 对吧 当时这样 并不能把事情完全的处理好 因为当时没有借助外力 比如说 找了当地从委会 找了当地社区 对吧 他没有 那么既然成奇已经接受并原谅了北派 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惨案呢 面对屈辱 他竟然选择隐忍 为了亲人 他只能默默成熟 屈辱的忍耐 趁毁路正在够处 表面看来这件事情似乎可以过去了 生活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可是从此以后 成奇对于自己妻子的态度 也发生了变化 难于是对她的关系 生活 从来我也经过这思维 已经开始放手 基本上不管 我负责量子 面和心底 那个 渴热一天才也帮我吃饭 已经没有什么感情 可以了 只是为了我吃这家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表面上看似已经过去了 但是当事人心里的那道坎 是不容易翻过去的 经过这次的变故 成奇夫妻之间的婚姻 似乎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但是我学校的旅会 她说两个都给我 我的难心 如果说是 那次就跟她 妻子闹起来 那么就是 很可能就是 这个家庭就散了 最后 小哈是 为了我 我也不想家大事 她也不说 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 成奇也在反思 也许是自己光顾着 外出打工挣钱 并没有照顾到妻子的感受 这个夫妻感情 她也拥有你的责任 是吧 这种沟通 对老婆的老婆 就是关心不够 或者说是 觉得通过她的努力 应该把这个家庭 能够经营好 刚时 也是刚飞了家 经济 来源 生活困难 我的初期大工 对她关系挺上 成奇尽量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同时也在生活中 更多地照顾自己的妻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夫妻之间的感情 也渐渐融洽了许多 比方出去打工 回来给她买点好吃 她喜欢吃的 第一个中火 就要提了 大约了 我们俩一起干 这样的日子 安稳地过了几年 在外人看来 成奇家的小日子 也过得红红火火 可是随着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 这个家庭 又陷入到一个新的危机 这应该是 我跟我媳妇买手机 开始吧 后来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 她没有来往 直到没法难的天 那天晚上 我看着有人 成了没 我才 像他们可能又来往 就在成奇 有意无意间的 视而不见中 十多年转眼就过去了 孩子们也渐渐长大成人 过去发生的那些 不愉快的事 成奇也不愿意多想了 可是这样的状态 仅仅失去到 案发前一天的那个晚上 当成奇看到有人 在他们家院子前面游打 往日的阴影 又重新笼罩在他的心头 他从大家出门倒炉灰 就看见王健克拿手电 到他们家院子窗户 王健克一看见他出来了 扭头就走了 看到对方的反常举止 又联想到多年前的往事 成奇就越发感觉 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他肯定就想 是不是 他妻子跟王健克 又旧情复燃 又有这种不正常的关系 或者是暧昧关系呢 他肯定就在怀疑 他呢 这就开始往回走 这边碰见他 他妻子也回来了 问他妻子干啥去了 我是一年可来晚了 他说没有 当时他开的了 我给他一开的就算 他拖他疼了 他切到上次 他切到宝姐在卖药 成奇就说 我在你都卖药 我一走你就出去卖药 我说当什么时候 我这里在后头 走后头佛教了 也是他俩都看的 他就拿他老婆的手机 要看有没有童话记录 短信息 这些蛛丝马迹 但他老婆呢 把短信已经删了 因为当时也就是越想越长期 高回高五 他会回家 要是复不挫脚 一边来边去 把他设计来回向来 觉得很生气 他是属于一个老师霸脚的奴民 他没有法治意识 对吧 所以说是他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不会去处理 2015年1月9日的那个夜晚 也许是承其一生中 最难熬的一夜 在他的脑子里 反复出现了那个人的影子 以及自己被村民在背后 指指点点的镜头 多年来的恩恩怨怨 一股脑又涌上了心头 村里人这种事情 家长里短 还是比较在乎 比较在乎 尤其在那个小小的农农村 这家长啦 那家短啦 有一些人就在后边 就要指手画脚 或者说这说 时间长了以后 他压抑到心头的 他就是那种多少年 结缘了 结缘很深的一种东西 所以在遇到一个 脱化时间的时候 或者是有一个 刀火星的时候 他就会爆发出来 2015年1月10日 早上5点多钟 一夜未眠的城旗 早早的起来了 冥冥之中 他总是觉得 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如果说特别是 他的无力回家 也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 早点过来也碰不上了 外点过来也碰不上了 还处于迷迷糊糊状态的 城旗发现 就在他将要打开门的一瞬间 一个黑影 从他家门口闪过 木门家人是木门 他那个没放着这么快 我这谁怎么照个电话过来 就说 我说累了 上个地下来 天 便宜了 就开门 就客气热人 客气热人 客气热人 就客气热人 局了我们来 结案我们来 我为是谁 他全部都是我 我非手呢 他拿起了 负头 就给他出去 也许是下意识的防备心理 也许是潜意识中猜到那个黑影的身份 乘起随手拿起斧头 终将自己送入到半截夫妇的深渊 神仙淋雨仿制到亲情的可贵 回了两个家 一回了他们家 回了我那家 真心忏悔才能彻底洗刷灵魂 屈辱的忍耐 趁毁路正在不处 现在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了 在山西省林凡监狱服刑的城旗 也已经能够平静地回想起当初的事情 和那个被他伤害的人 人也不错 评价他也不错 他 怎么说呢 那个外表 短的也很失败 基本上都 合理向理 基本上没有上来 这样的评价在案发的那一刻 城旗是无论如何做不出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心里只有愤怒 因为是晚上如果是彩 也许你也有接应力 也不是只有一个人 那个负责也许是为自己装单吧 当我盖到他 盖到他前的时候 盖到他往前口 当时很期败 只剩了一句话 晚上就知道你的 你现在又跑来了 我已经看见 我已经把你们拦回去了 你们这个事就 就死就应该终止了 就应该打住了 但是说是你还是纠缠不休 就是因为感觉到他 欺负了欺负了太难过了 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那肯定也是一个 更不能容忍的事情 他男人的尊严往哪放 在成奇大半辈子的人生经历中 孙岩对于他来说是很难维护的 成奇十一岁时父亲离世 十二岁时继父才从河南来到山西这里 我继父来到我来去 因为个人哄我两个人吵我家 也是处处都是 累了 因为他是我的男人 对于觉得 才吹的 从外来或是受为欺负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 成奇形成了遇事隐忍的性格 也正是他没有底线的忍耐 才让别人认为他软弱可期 所以才会发展到无法收拾 以至于害人害己的地步 一个晚上是他 早上又是 前面又是他 后半年这个天气 七点钟还不灭了 你五点钟 都是睡觉的时候 你好 我去看 干嘛呢 就是咱们说的什么 杀父之仇 多气之恨 一向就跟自己的老婆 有这种不正当关系 肯定是 我想是哪个男人 他也不太好接受 如果给了正常人的话 你晚上 晚上也都 晚上都是人 当你屋里去了 当你见了 你也许几天不去了 也许可能你改天了 你竟然 晚上不醒 打气息又来了 这次教练 得被苦难的方式 成奇一时的冲动 并没有保住他 作为男人的尊严 反而让自己和受害人的 两个家庭 遭遇到灭定之灾 2015年12月15日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成奇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成奇现在山西省 临焚监狱服刑 他的案情所暴露出 他性格上的缺陷 也引起了监狱民警的重视 我感觉他话少 可能和他这个犯罪有一定的关系 心里压力比较大 他难以面对他自己的亲人 尤其是他的孩子 他难以面对 遥遥无几的监狱生活 刚入检两年三年左右 这个期间不稳定 有可能出现自杀呀 脱逃啊 或者是不适应啊 出一些问题 特别想亲人 特别想自己的孩子 想老人 毕竟是农村的条件 不是那么好的 说是他们私杀呀 挂念他们 是不是生活的好不好 老人有没有病 成奇因为犯罪 在监狱里服刑改造 同时他把更多的痛苦和煎熬 留给了亲人 我起十五了 给我从年龄来 没有一个小弟赶活 不过 回来说 我说 从去年就被这个 底监狱的我都不要 小弟赶走了 生的老人一个 在骨灯上两个 你弄办 他在家里干活 哎呀 反正我太忙不行 你不行 你老了老了 靠他呀 他比你老这么一苦 我现在自觉的 对不起父母 孩子 觉得对不起养父 养父在那里 遇落一些 女也起 老了应该 孝敬了 我去拿着 觉得很惨愧 案件发生以后 成奇家里发生的那些事情 都已经公开了 成奇的妻子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只能离开 只能离开孙子 回了两个家 也回了他们家 回了我的家 以前还未活呢 也得 他也知道 这个家一大 已经没有 什么秘密可业了 二零一六年八月的一天 是时候 打死你的儿子 死你 盖 死你没有盖得了孤独 死我 死我一下子把两个家庭 同时毁灭 死儿子没有了父亲 死你父母没有了儿子 让你们保守痛苦 我还后悔 后悔不该重蹈 放下过错 不请你们原谅 希望你们能够保证实际 请你再看看 这个监狱作为 这个国家的刑法 是国务机关 肩负着这个改造 罪犯的这个任务 我们也是按照 这个认证贯彻落实 习总书记的 中文系列警化精神 尤其是对监狱工作的 知识精神 把这个教育改造罪犯 作为我们的一项中心任务 结合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领学预作 要求我们各个单位 这种争作 合格的讲座 合格的党员 这个要真学 真用 真干 有些我们干物 有些这个做的工作 有些做不通的 把清楚请进了一些 可能一计划 有些顶我们半年的思想工作 做不通 但是清楚一计划 可能就把这个工作做出来 2016年8月3日 在山西省林坟监狱的邀请下 成奇的家人来到监狱看望他 你把我操心了 你把你实际了 那四个月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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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了 配了 配不出 去回面对 我接你这回 还不知道还能接你 你爸今年七十五了 那你娘已经 我七十四了 老子今年老子要 腿疼 腿疼不长 已经年过半百的成奇 看着眼前年迈的两位老人 自己漫长的行妻 就像是挡在他与亲人们之间 一条迈不过去的河流 这次分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成奇执意要给父母磕一次头 妈妈 我给你磕头 这妈妈就是我三天 我最后是旁边 再不能这样见你了 我相信你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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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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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你了 对不起你了 我相信你 你怎么能够发了 你怎么想把疫情 你确定 孫日 wr嗯 马 我不能够发了 你吗 他又今晚 死 你 我 妳 跟 愛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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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走前为了让老人们放心 山西省临魂监狱的民警 陪同他们参观了成岐 平时改造生活的地方 反正它是个社会想象 社会社会问题就要社会权力的解决 然后建议方面也解决起来 也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强来强位 然后相互配合 将心比心 所以预计它的改造就会 从此以后就会发生大的改造 星期还很长 乘期还有很多时间 可以去反思 去忏悔 可是家里的亲人们 还有多少时间 可以等待 人情的批判 忏悔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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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